我們也是我們的團隊 因為我算是陳大的新人 新同學去年加入這個大家庭 所以有很多的這些重要的活動的空間 演講廳其實我都不曉得在哪裡 所以可能稍微有點延遲到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之前 那我想今天原字中心邀請我來去分享 盧凱族的傳統的石板木的工藝知識 坦白講真的是有點誠惶誠恐 因為實際上我也不會蓋 我都是看人家做的看人家蓋的 但是我唯一的強項是我住過 我在五十多年前 大概六十年前 我就出生在這個盧凱族的傳統教屋 石板木 然後在那邊度過我的童年 所以可以說我不會蓋 但是我住過 所以在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 住在市坊木的一些經驗 還有體驗 那我想在開始之前 我想說先放一段影片 我不曉得我這個影片 剛剛才剪輯完成的 所以不知道效果如何 我們可以來試一試 這個燈是不是要關了 前面 這個有聲音的吧 有 這是我們三個禮拜 帶幾位同學上去 好茶舊室 做的那個空拍的畫面 我想大部分人應該都沒有上去過 所以藉由這個空拍的影像 讓大家 可以感受一下 從空中了看這個 舊好茶 它的整個景觀 那這個好茶舊室是目前原住民的 七百多個部落當中 文藝的國定古蹟 那它是在1991年的時候 被內政部指定為國定古蹟 那它這個被指定的理由 是主要它的非常珍貴的歷史文化 以及這個居肉的風貌 出於稱為很重要的 台灣原住民的傳統建築的典型 也是重要的具有這個代表性 所以這個是 這個中間 這個這張 是我正在重建的 我的家屋 我小時候住的地方 住的這個 石板屋 但是在1977年的時候 我們被遷除之後 慢慢整個部落的一百六十 洞的這個石板屋 這個一個一個就倒塌了 這個其實也象徵整個部落 幾乎等於是 離開這個原居地之後 幾乎整個部落也會 不管是文化或社會傳統 其實都慢慢的流失 所以我希望透過今年的這個家屋的修復跟重建 能夠重新把這個 曾經住過的地方把它重新給它修復起來 重建起來 然後呢 重新回到這個當年出發的地方 這是我的心願 那這個心願已經 差不多快要五十年了 那我想終於 也許在今年年底可以 讓這個夢想可以實現 好 那 好 那今天又有三位老師 會談到這個傳統的這個石板屋的這些相關的議題 那我就先從這個 我曾經住在石板屋的這樣子一個 身份跟角色 來去做這個 所謂的傳統的家屋的介紹 那因為我是台灣原住民的盧凱族 所以我只能介紹盧凱族的傳統家屋 至於其他的 像太亞族 排灣族 布農族 或是像蘭嶼的這個打物族的 地下屋等等 我沒有住過 所以我不敢介紹 所以我只介紹我 住過的傳統家屋 好 那基本上 盧凱族的家 不是只有單純的那個住家 那個石板屋 那個 那個單一的那個房子 事實上我們盧凱族的家 包含這個住地 叫做這個 也就是所謂聚落 這個 這個範圍 再向外延伸就是更地 更單純 然後這個 漁場或獵場叫達魯板 那最後就是 神聖空間 愛的靈魂 那這整個呢 就叫盧凱族的家 或是這個盧凱族的這個家園的概念 所以呢 事實上 有時候我們會開玩笑說 我們盧凱族我們的住家沒有冰箱 可是呢 大自然就是我們的冰箱 我們需要食物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到這個大自然去採集 去狩獵 所以這個幾乎可以說是我們的家 而且也不是屬於一個人的家 是大家共有的 共有的家 共有的家園 所以我們是共享這裡的 所有的動物跟植物的資源 好 那事實上如果談這個 台灣族或盧凱族的這個 家務 特別一定要提到這個人 這個人跟我們 陳大很有關係 就是千千元朱太郎 那千千元先生 其實他在1930年代左右就開始去 有一些登山 去 到這些中央的台灣的這些百玉 去登山 然後也看到 在登山過程裡面 看到很多的原住民的這些 傳統的建築 那他就深深的覺得 這些傳統的建築非常的美麗 然後也非常具有學術研究的這個 架子 所以他就開始做這個原住民的這些 傳統的住家的研究 所以他在1960年的時候 有出版一本叫做 台灣高砂族的這個住家的研究 那這本書是裏的 所以後來2022年 有被翻成這個 台灣高砂族的住家調查的 策畏收考全集 都是他的手繪的這些 教的這些圖樣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千千元朱太郎 曾經是我們陳大的 建築系的前身 應該叫建築學科 的前身的那個科長 也就是系主任 所以我想那個宋老師應該了解這個 千千元先生 那千千元朱太郎 很重要的這個 當年他的 調查這個傳統家屋的對象就是 好茶舊舍 也是這個舊好茶 所以他在那邊 去撤回了那個傳統的 頭目家屋爐亂的 他的這個 整個家屋的形式 然後 然後把它用 繪圖的方式 就放在這個 他的研究的這個 這些 他出版的這本書裡面 所以有機會大家可以 上去 可以去找這本書來 研究研究 這個 這個右邊 這個就是 要按哪裏 他的 上面 不是 就是他的 對 就這樣 可以看到 好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反正就是 右上角 那個就是他撤回這個 一些家務的這個 圖稿 所以大家可以 這個 基本上 學建築人 應該都會去看 這本書 他有很多的 非常豐富的 這些有關家屋的結構 等等的 這些的 在圖面上面的 這個說明 那 像左邊 這個就是阿里部落的 頭目家屋 這個 阿里部落的 可以提供給 遊客住宿的 那個 兩層樓的 那個 住屋 所以 這個還是可以看得到 所以有機會 如果到阿里部落 也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當年 青年豬太郎 所畫的這個 阿里頭目的家屋 這個是好查 舊舍 這個是好查的 這個 兩個大頭目之一 爐亂的 這個膠 當時這個 頭目膠都有這個 岩盒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頭目的 這個標誌 上面有這些 雕刻 這個膠外面還有 還有立足 不過日治時期 大部分的這個膠 都還是當開箭 廚房跟那個 就是 客廳 或者是 我們講的這個 就是 睡覺的地方 其實都是 都是在 同一個空間裡面 後來民國之後 才會有 這個 雙開箭 可能就是多了一個 半間這樣子 那日治時行證跟之前 都還是這個 半開箭 這個是他所會的 所以他就很多的 這些裡面的這些 所統的這些 家屋內部的這些不同的 這些區域 還有這些不同的這些 部位還有功能等等 他都有一些清楚的這個 說明 事實上那個 民國之後 有很多的這些 人類學家 或者是文化研究者 也會上去這個 好殘舊社去 去做調查 所以他們也拍了很多的 關於傳統家屋的這些 照片 還有人物 還有他們的 生活的情形 像這個就是 有人在結婚啊 所拍的 這是 我們個父母在那邊 在刺繡啊 還有這些 雕刻啊等等 這個先生就是很有名的 這個高葉朗先生 也長期做好查的 這些歷史文化 藝術方面的研究 這些都是 當年他採集的 很多的這些老照片 所以可以從這些照片當中 可以看到以前 這個部落的主人 他們生活的情形 這些都是 所以只要給大家看一下 在 這個 好查就事 他們在過去還沒有 千春之前 他們的 生活的 樣貌 這個是 頭部的家屋 那 右邊這個 還在 只是移到另外一個 恩賓林先生的家屋 因為 原來的這個童物家屋都倒塌了 然後這個一直附塞在外面 風吹雨打日曬雨 我們很擔心他會損毀 所以有另外一個 也是貴族 就把它收藏 所以到 舊好查可以看得到這個 重要的這個頭目家屋的立足 通常很多的這些部落的記憶 祭祀祖陵 或是有一些重要的這些部落的這些 會議 有時候都會在這個 祖陵住下這邊來去做商議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一個 祭祀空間也是很重要的這個 社會空間 好 這個另外有一些業餘的這些文化人 這是王姓老師他1975年 我們做好查千尊之前所拍攝的這些照片 所以 大概家屋就是長這個樣子 比較完整的樣貌 老師以前就是住在這樣子的絲法屋裡面 家屋裡面是生活的空間 家屋的上面這屋頂是小朋友洗洗 玩耍的空間 所以這個 家屋其實提供了 很多的這些我們童年的時候 在那邊 一個非常 懷念的一些生活的 這些 生活的一些情景 都 歷歷在目 這是 當年的這個小學生 在上課的時候 的樣子 這個應該是我 可能跟現在長的都不太一樣 我們以前那個有時候水管 破掉就沒有 水源就必須要到 好查舊社的水源地去取水 所以這個是正在取水的小朋友 這個 所以這是以前身上 人跟食堡生活上的一種互動的情形 那有時候是把外面這個潛艇 也是 有時候是 部落族人有一些做案活動的 一個聚會的空間 有時候也是一個 雕刻啦 或是那邊去做這些 農事 比如說 採回這些小米 芋頭 低瓜的時候 會在這邊 可能做一些 後續的這些處理 或是 有人打到山豬 或是這些野生動物 帶回來 然後 分享 分肉 進行分肉儀式的 一個重要的 社會文化的構建 有時候也會 這些都是去準備的這些食材 用來 生活煮飯用的 然後家家也都會癢癢 然後去 等於是 另外一個動物性蛋白質的來源 不一定說 都是去打獵 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打獵 所以有時候 要靠這些 家畜 豬 或是羊 來去 提供另外一個食物的來源 那 大家可能會問說 那絲綁物是 怎麼會出現 這樣子一個建築物 在 在這個 南台灣 東台灣 在布農 盧凱跟排灣 怎麼會有這個 食材物是怎麼形成 那我們 因為沒有人告訴我們 怎麼形成 因為很早的人 可能都走了 也沒有人可以問 我們就模擬想像 可能食材物大概是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形成的過程 有時候剛開始 可能那個族人 過去可能 在 在山上生活的時候 可能 剛開始沒有 沒有房子可以住 所以可能都住在山洞 後來 慢慢覺得山洞不方便 山洞 山洞就是 你出去打獵 你的那個 或是採集 你會受限 你會有距離 你移動 就會受到這個 限制 因為你不能離 你的那個主人 山洞太遠 所以就變得很不方便 所以你能夠去採集的食物 打的溜都有限 所以可能就會 如果要從這個山洞 你要延伸你的那個 取得這些食物的 這樣子的一個距離 可以延伸的話 你勢必 你可能在中途或更遠地方 可能希望有一個遮蔽物 所以可能就慢慢 有一些主人可能會想說 那你是不是在這個 原來住的山洞 跟這個獵場 或是這個 可以種植東西的地方 我們在中間可能可以來蓋一個 臨時避難的地方 可是剛開始沒有想到這個 蓋房子這件事情 所以可能會找一個 可以遮蔽的這些天然的 這些石壁 或者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地形 四個人暫時躲避風 以後是日曬雨淋 所以可能就剛開始會出現 這樣子的 可能是 或者是一個 倒塌的一個什麼石堆等等 然後因為可能 這個原來這個石堆可能是 四面八方風都可以吹進來 到冬天的時候會太冷 然後野獸也會容易的攻擊 所以呢 主人們都想說 那你是不是來做一個遮蔽的東西 所以就開始在洞口那邊 可能就會有這個 堆積這些食材 變成一個天然的 可以變成一個 可以保護自己不受到冬的攻擊 或是如果有冬天的時候 比較冷風也比較不會直接吹到 可以比較溫暖 大概可能會是這樣子的演變 然後呢 後來發現這個 如果都是依賴這些天然的 這些倒塌的 這些石堆或什麼的 可能 沒有辦法形成比較大的空間 所以可能就慢慢透過這個 砌牆然後在上面組這個 茅草 或是乾草 這一類的 這些東西 然後變成屋頂 然後再用石頭把它壓住 這樣就可以讓它比較穩固 比較穩固 比較堅固 所以可能 我們的想像應該是 是這樣 然後呢 但是呢 這個 如果是草 用這些乾草 不管是茅草 或是樹枝 作為屋頂 可能還是抵擋不住這個 颱風 或是強烈的這些 這些所謂的 也許日曬或什麼 而且可能也會有火災啊 可能無益 可能沒有 不小心 可能會 把這個 房子燒掉 所以 後來發現這個石頭 比較能夠 是一個各種 這個材料 所以 把這個茅草 或者是這些 乾草 或者是 樹枝把它移走 然後用這個石板來替換 就會變成這樣子的 一個靠著山壁 然後形成 整個石板屋的這個雏形 然後慢慢變成 可能會想到說通風啊 所以又 有窗戶啊 有門啊等等 所以大概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是我們的對石板屋的 演繹的想像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樣 不知道 如果有人可以 提出更好的那個 理論的話 我們真的很歡迎 所以現在變成這樣 然後慢慢的就 增加它的 在外型上 從這個方便性 或是美觀 這方面來逐步去增加 比如說像這個 還有這個 外面的這些潛艇 真的還會有這些座影 等等 甚至在這個 石板屋的上面 屋頂的部分 會挖開 然後 會流天窗 所以 裡面就可以 把天窗打開 光線就可以照起來 就會 讓屋子裡面比較溫暖 然後也可以 去除霉氣 然後也會比較明亮 等等 就會不斷的這個 演化 那到現在當然那個石板屋 是越來越高級了 這是有人還蓋兩層樓 三層樓都有 好 那 剛剛是石板屋的這個演繹的想像 但石板屋不是 我剛剛講的 不是一個獨立的一個 居住的空間而已 它實際上是 是 很多個單一的這個石板屋 然後聚在一起 然後形成聚落 但是我們 我們把這個 每一個聚落 把它想像成跟我們 台南式一樣 我們台南是有東區 有什麼安平 有什麼 各式各樣子的 不同的行政區 其實部落也是這樣子 現在都有名字 像最左邊叫 是 葛格蘭 是 馬巴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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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葛格蘭最左邊就是最早 就是真正的部落的意思 是 就是 舊阿茶行程最早 好茶人 居住的區域 叫 格格蘭 然後呢 這個逐步 由心往東 最後一個是 最右邊的那個叫 達都古 相思樹 這個是在1932年 日治時期 日本把 好茶對面一個小部落 只有十戶 把他集體牽村到這個 這個地區 然後呢 族人就把那邊 那個區域 把他命名叫 日本是命 日本是 我不曉得日本怎麼命名 但民國政府是命名 是十六零 可是十六零那個數字沒有意義 可是如果我們回到 注意到 蘇達都古 我們知道這十戶人家 他是從對面的那個山頭 被搬遷過來 所以我們常常會講說 這個蘇達都古 是蘇達都古 那邊的人 那邊的人 的後衣 所以這個空間跟十八屋 還有他的居落發展的歷史 就會被連結起來 可是現在我們很多的部落 都用這個 像 靈 理 像 或者是編號 這樣 其實 就讓很多原來 這些 不同的區域 在歷史發展過程裡面 都有不同的這些神話傳說故事 然後 跟這個傳統 連結的這些重要的這個 歷史 跟文化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這些 重要的這些地景 就因為被編成了靈禮 像那種之後 原來的那個 傳統的地名所反映出來的 那個 歷史文化意義就不見了 這很可惜 實際上裡面有很多豐富的資訊 但是因為我時間不夠 因為他不只是從 從這個 這個聚落的 食堡物的 不同 這個 建造的時間 可以看到不同的區域的 歷史形成的過程 有先到後 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 最早 最早聚集在這一代的人 我們想必知道他們一定是 開國的元勳 所以很多的貴族都是住在這裡 最早 建立這個部落人 基本上他的社會地位比較高 所以越到後面 最晚行程 尤其那個 就是他們的 在部落的社會地位會比較低 另外就是說很重要的 這些神聖空間 比如說那個 當初雲豹 帶著部落的族人 前來這個 古特布蘭的時候 他們設立那個雲豹室 就在 趕這個爛區 應該是在 這裡 然後還有這些林屋 還有這些 頭骨架 等等 都是在聚落的最左方 所以聚落的最左方 可以說是整個 部落在歷史發展過程裡面 最重要的區域 後來慢慢延伸 往東邊發展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歷史殖民 所留下一些痕跡 比如說 學校 學校 派出所 或是所謂住在所 都在 最東邊的地方 而且居高臨下 放在這些上方 這個是 基本上是 為了要 強化對這個部落的 統治跟管理 所以這個 我們看這個聚落 其實可以看到 很多的這些 不同時期的 不同的這些歷史 發展的這些脈絡 還有一些祭典 的 原來的這些位置 後來都被轉化成為 教會 像那個 好茶最重要的那個 原來的祭屋 後來被這個 那個叫做 基督復禮 安息日會 我不曉得 你們聽過這個 教派 被他們取代 然後在那邊 蓋了他們的教會 這個象徵什麼 象徵這個 上帝的力量 耶穌的力量 比那個 主力還要 他的那個 更有利就是 他的神力更強大 足以壓制這個 傳統的信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不同的空間 這個不同的這個 這些 建築 他的更替 取代 可以看到他的這個 傳統信仰的 這些改變 還有很多的這些空間 素受人都不同的故事 所以我們 當我們去一個聚落 可能不只是看一棟一棟的十八屋 其實十八屋 還有很多的 含義 跟他的歷史 他的社會 他的文化 他的信仰 都是息息相關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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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就好查的 重要的那個 這個 我為什麼叫石板路 是因為 每個人的 我們在都市 我們都很重視 我們的那個 那個 我們那個 所有 私有財產權 對不對 人家停在我們的門口 我們都已經不高興了 甚至常常會有糾紛 這些 在這個聚落 所有人的潛艇都是 馬路 都是十字路 都是開放空間 都是公共空間 沒有人可以阻擋 所以我圍起來 不能讓你經過 不行 這違反那個 部落倫理 然後呢 所有新建的 十八屋 不管你是大頭目 貴族小頭目 或是平民 每個人都享有 一樣的天際線 每個人都享有 看到北大五山 剛剛那個畫面沒有 北大五山 還有那個 查浦岩山 巴拉罐的那個 祖靈聖地 因為我們每個人 死掉的時候 我們的靈魂 都會飛到那個 巴拉罐那邊安息 所以我們每個人 每個人 每天都要看到那個 祖靈之地 每天跟祖靈要溝通 然後也不能做壞事 因為祖靈每天看著你 所以 不會說因為你的身份 地位不一樣 所以 有人可以在你前面 蓋一個很高的那個 石堡 然後不讓你看到 然後讓你 跟祖靈的 這個溝通 打斷或是中斷 都不會 所以不只潛艇 是公共空間 每個人都享有 一樣的這個 所看到的世界是一樣的 可以這樣講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在蓋石堡的時候 那一個規範根本 不會是因為你的家族大 你的力量 力量比較大 社會地位比較高 你就擁有跟別人不一樣的天空 不會 對 這是生活的那些 不管跳舞 或是什麼 很多就是 集體的 很重要的這個 集體的社會 你不能自己單獨做一件事情 你打獵 獵到動物回來 一定要在山頭那邊 嗚 讓全 部落人都知道 你打到山豬了 然後我們小朋友 會到那個 獵場 跟那個 聚落 交界的地方 他在那邊迎接 這個 嗚 的這個獵 沒有人說 我打到動物 我偷偷把它背回家 然後放在冰箱 我自己獨小的不行